大寨主蔡芳 要杀毕霞僧 给儿子报仇 二寨主一身手慢着 这主要查山里可怎么办呢 哎哟 哎得了 压入四楼 这些楼楼兵赶紧压着毕霞僧 往东院奔后院 有五间房子 挺结实 十分坚固 这兵头呢 拿着钥匙 就把当中间的门的锁头捅开了 把料条放下来 门开了 把毕霞僧推进去 里边有一根将军柱 就把毕霞和尚捆在将军柱上了 倒进那二倍 腿也捆着 和尚温丝都动不了 哎呀 毕霞僧就觉得难受啊 得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该死活不了 该活呀 嘿 要我的命也办不到 我困了 我先睡会儿觉吧 他倒挺心宽的 一滴脑袋 这毕霞和尚 他睡着了 过了多半天 这和尚也不知道 突然间一阵凉风吹进来 把他吹醒了 嗯 哎 毕霞和尚就觉得 有人在他脖子后头吹这凉气 谁呀 弥陀佛 没人答应 这毕霞僧捆着呢 往四外一看 没人呢 再说练武的 眼观六露 耳听八方 他拿耳头听 听不出声音来 这凉气又吹来了 嗯 和尚心说我可是庙里的主持 我是出家之人呢 我不信鬼神呢 我和尚归一三宝 禀教沙门 念经守法 不杀生 不害命 保护良善 你没事跟我斗什么呀 哎呀 和尚心说你是神 你就归庙吧 你是鬼 你就归坟吧 如果你不是鬼 不是神 你是五大门 胡白黄柳灰 在这儿戏耍老僧 老僧我可要骂你了 刚想到这儿 和尚张嘴要骂了 就在和尚深背后撞过一个人类 陛霞 你好大胆 嗯 陛霞和尚一看 这个人正是窜等河边摸鱼的那些小孩 框我十两银子的这位啊 还管我一碗素摊面 耗在我的船前 冒充我的师叔 嘿 这个年轻人满面堆欢 站在陛霞和尚面前 和尚气坏了 你怎么要跑这儿来了啊 两次三番冒充我的师叔 你是谁 跟我说出来 哈哈 陛下 我是谁 我是你师叔 你乖乖的叫三生师叔 我叫你 你要不叫 我可不管你 嘿呀 你纯粹胡说八道啊 你胎皇未退 乳羞未干 掐去两头你没人了 老僧我已然过了六十往七十走的人了 怎么能叫你师叔啊 弥陀佛 陛下 你要敢不叫我 你可要知道 我岁数小 我可倍大 你不叫师叔 你还敢骂我 以小范上你好大的胆子 将来 我让你师父好好管教管教你 哎呀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大话来 我师父什么岁数了 你怎么能跟我的师父称兄道弟呀 老僧我也得比你大四十多岁呀 啊 你找我的便宜 陛下呀 看来让你叫我师叔你是不叫了 我不能叫 我叫了你我寒碜 陛下 我要拿出点东西让你瞧瞧 你看明白了 你可别叫我师叔啊 你要看明白了 你要叫了我 我可不干 拿什么东西 你拿出刀里搁到我脖子上 我也不能叫你呀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要拿东西让你瞧了 这个年轻人一伸手把长条的包袱拽出来 包袱皮打开往腰中一围 军人往怀中一抱 陛下 你叫不叫 哎哟 我叫我叫师叔为请您救我 真叫了 叫了几声 刚叫一声 再叫两声 师叔师叔您快救我吧 好 真叫我三声师叔 我就救你 这个年轻人是谁呀 书中暗表 这个年轻人家住在山西太原府 寿阳县花家寨 姓花名纯 婊子子语 他的师父给他起个外号 叫银面仙童 好听啊 他是谁的儿子呀 咱们前文书说过 同林同海川 刚刚到拥亲王的府 那时候还不是拥亲王呢 还是四贝勒府呢 贝勒府 有一位教师爷 姓花名望自逢春 人称花四靶 这小孩花唇 就是花四靶的儿子 神强花四靶 家里边也是祖传的能耐 这花四靶呢 跟前文外东光玉标局的标主 金光小二郎李国梁 哥俩交双最好 花四爷呢 比李国梁大十几岁 俩人要交情 所以花四爷呢 就在东光玉标局保镖 两口子没闺女 就这么一儿子 千请第一颗标 又一回 花四靶 保镖 到了太原 从北京到太原 要经过自个的家呀 当然 花四靶得回家看看 走着走着 还没到家呢 先过寿阳县江家屯 天可黑了 飙车正往前走呢 突然间前边 支喽喽喽喽喽喽喽 一声呼哨响 哒哒 上边放下一根 包头的冷剑 这根冷剑 就落在了 飙车的前头 这飙尸伙计 明白了 有截飙的 飙车停住不走了 二十多个人 收拾好了 枪 下了枪帽 刀 下了刀鞘 亮出金人来了 飙尸神枪 花四靶 由他马上下来 从打马鞍桥 鸟是环得胜勾胜 把花枪摘下来 店吧 您要纵身行 来到飙车前面一站 花四靶有气 花四靶心说 我可是本地人 怎么乡亲们 都不给我个面子 在我家门口 结我的飙 不到一碗茶的工夫 蹭蹭蹭 穿出二十多位了 眷怕缠头 协计秋花扣 短一斤小打扮 腰计超包 都当滚裤 打着国腿 扳尖大一把洒鞋 每人手里一口刀 刷 蹦着一横 要截标 花四靶 横着枪 一抱拳 众位辛苦 在下就是本地花家寨的人 我保的是北京城西河院 东光玉标局 金工小二郎 冠世李的标 乡亲们 高抬贵手 让条道 这冠世李是谁 就是李国良 李国良是李公然的后人 冠世是个大震点 李公然是冠世的人 所以 李公然很有名 说李国良是冠世李的后人 这长保标的 长截标的 全都知道 高抬贵手吧 没想到这些人一瞪眼 酸枣眼 青红不分 哎 告诉你们 我们可是吃生米的 不管你这一套 谁的标也管不着 照样截 你识这的人 我们也管不着 我们也照样截 嘿 花四爷心说 那就咋吧 一颤这条枪 行 想截标吗 赢得了花某手中枪 这标就归你们了 花四爷一抖枪 这些贼望成一围 花四爷一个人 人单是孤啊 俗话说的好 好汉双拳 男敌四手 恶虎不敌群狼 花四把 要吃亏 就在这时候 松林之中 有人高念佛号 那么 阿弥陀佛 什么人大胆 竟敢拦路行警 老僧闭目金经谱 将打在此 嘿 这保镖子 怎么一听 江二爷来了 四大名剑 老二啊 这位江达江本出 刚一通名报姓 再瞧这二十多个贼 唰的一下 全跑了 展演之间 踪影皆无 花四爷心说 幸亏江老剑可来了 不然的话 我今天在家门前要现眼 赶紧把枪挂在马上过来了 迎着声音一瞧 确实是江二爷 江达江本出 赶紧跪到磕头 老人家您好啊 弟子花家寨神枪花旺 拜见老爷子 老人家用手一掺 你是花四把呀 老剑可爷 正是弟子花旺 花四把站起来了 花四把呀 你怎么在自个儿的家门口 被劫了 说得是的 我跟他们一说话 我已然说了 我是花家寨的人 贪不懂 说谁的标都结 非要结我呀 得了 这不是没结了吗 上我家去吧 天都黑了 别往前走了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谢谢老爷子 花四把 就命人把标车赶到了江达江本出的家 江二爷让人给一杯饭 吃完了饭 大家休息 一夜无事 第二天花四把道谢 把标车整顿好了 就告辞走了 从打这回开始 每次花四把 只要往山西这边走标 或者回家 一定到老剑可爷江达的府上去磕头去拜望 总觉得成了老爷子一份人情 又一回 花四把保着标 又到了寿阳屯江家屯 标车呢 就停在老剑可爷的家门口 花四把上前叫门 时间拨大脚步声音响 门分左右 哎呦 家人一看是花四把 哎呦 花四爷您来了 您找我们老剑可爷 是啊 我给老爷子请请安 您等着 家人转身行往里走 时间不大 飞天小白龙 江云 江天瑞跑出来 这个江天瑞啊 是江二爷的孙子 咱们前面说过 二爷江达江本出 原来不是和尚 要个儿子 这儿子呀 让人给害死了 所以老爷子一难受 一跺脚出了家了 儿子死了 儿媳妇可还怀着身孕呢 生下这孩子 就是老剑可爷的孙子 江云江天瑞 这孩子呢 是个木生子 江云这名字呢 还是清朝的四大明剑之首 镇骨侠董迁董化医 董老剑可爷给起的 江云一看 花四把来了 赶紧上前见礼 哟 花四爷大了 我爷爷在后头呢 这就出来 跟着江二爷出来了 弥陀佛 花四爷呀 老人家 晚上给您请安 起来起来吧 老子们大的礼 您看 我带着孩子呢 江老剑可爷一瞧 花四把旁边一小男孩 嘿 这小孩可不错 长得怎么这么俊呢 挺好看的 哦 花四把呀 这是你的儿子 是的 孩子今年八岁了 叫花唇 晚上给他起个字号 叫子语 哎呦 进来进来吧 江云在头前带路 把他们爷儿几个 请进来 来到北方 进屋坐下了 小孩花唇 过来给二爷江达 将本出请安 往旁边一站 江达就问 花四把呀 你们爷儿俩 这是从哪来呀 您别提了 老人家 这个孩子 在跟我在北京住着 这回呢 我保镖上太原 他非要跟我回家 我带着他吧 没想到他走到这了 他说要不回家了 非得跟我回去不可 我说 你这孩子可不听话呀 都到了家门口了 你怎么要不回家了呢 没办法 他说什么就不回家了 我一想啊 到您家门口了 我打算叫这孩子 在您家住几天 等我交了标回来 我再领着孩子回家 让您老人家 费两天心 弥陀佛 把孩子放到我这 看几天 嘿 行啊 你想着回来 可把孩子带走 花四爷是千叮叮万 嘱咐 嘱咐这孩子 千万千万 别惹老祖祖生气 然后呢 带着标筹就走了 花四把走了 老建客爷呢 也觉得答应这件事 有点废事 为什么呢 因为花四把是清真回回 这孩子呢 搁我这一天 我凑合的 给他煮点鸡蛋 握点鸡蛋 一煮好几天 不知道花四把 哪天才回来 这怎么办呢 将老建客爷就凑合的 在街里边清真饭馆 天天给他叫着吃 一会儿可好几天了 嘿 二爷江达江本出 一看这小孩行啊 机灵剑眼里面 抬头一个主意 低头一个见识 这孩子还挺勤勤 会说话 说出话的好听 在江达身旁边 伺候这江二爷 这孩子就跟个小叔同事 老爷子想什么 他就去干什么 老爷子话还没说出来呢 他把这事就做了 可以说能够做到 没听目语 就这几天的工夫 老爷子跟这小孩 处得还挺有感情 挺近乎 就这样可就过了半个月了 这天吃完早饭 这孩子赶紧来伺候老建客爷 老祖祖 我给您沏茶去 花纯呐 你的父亲 怎么还不来接你 您说我爹呀 是啊 你父亲把你放在我家中 说送了彪 就回来接你回北京 您放心 我爹呀 他不来了 什么 你爹为什么不来了 怎么回事 您说这话上 我怎么说呢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 有一回呀 我爹回家问我 说花纯呐 你这辈子是想露脸呢 你还是想现眼呢 我说爹您瞧你问的 我当然愿意露脸了 谁愿意现眼呢 我爹就跟我说了 孩儿啊 威负我这能耐呀 这一生啊 望上够不着 望下还下不去 这叫上下够不着 我这点能耐呀 就凑合着 在你叔叔李国梁那 过这大半辈子 说好我可就要老了 孩儿啊 你出身在武林世家 从你爷爷到我这 可全都是练把似的 如果你一点武艺不会 你怎么能说 你是衣钵传人呢 可是 你要想学 虽然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能跟着爹我学 孩儿啊 爹这两下的你知道 我一招不留 一招不藏 我清能相赠 你练到我这份上 管什么呀 儿里 你的聪明 你的天资都比老爹强啊 你要跟我学 可有点取材呀 你要打算不出家门 跟我学 将来准得现眼 出去就打败仗 我说对呀 您说的对呀 可我不愿现眼 我愿意露脸呢 我爹就跟我说了 孩儿啊 你要打算露脸 现在有个机会 我有一次保镖 路过江家屯 江老剑客 把贼人赶跑了 连手都没动啊 就这么一句话呀 那老爷子多大的身份啊 我跟江老剑客 也有一面之缘 儿啊 我要是瞪着眼 就把你送到江家去 老爷子不能收 我告诉你 不但老爷子不能收 老爷子享受 人家老爷子的徒弟都不干 江老剑客 也的弟子都七八十了 八九十了 还要过一百的呢 人家能收你吗 啊 所以啊 我把你寄存在江府 我就不去了 就凭你的能力啊 你得哄着老剑客 也高兴了 让老剑客 也教你个三招五式的 三年五载呀 孩儿累 你功夫学成了 将来你可能露脸了 比爹 我可就强多了 说到这儿了 二爷一听 嘿 何算你爹把你搁在这儿 他就不来了 可不是吗 让我跟您学能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啊 行了 我让人给你打个炉灶 请个清真大师傅 既然你父子有这份心 老夫我闲着没事 我就教就你姐个门 这江二爷还真喜欢花唇这孩子 命人把西院收拾出来 单请一个清真大师傅 献盘的灶 锅碗瓢盆全都是新的 又花钱雇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 就伺候花唇一个人吃喝喜涮 选个好日子正式拜师 就开始教了 这花唇呢 从小就练 有摇有腿又会小全 江二爷就在这基础上交上了 这孩子就能一举成名